大家好,我是傑夫 聽說有人還沒有訂閱 再不訂閱的話 我要去找你囉 你會怕鬼嗎? 每年農曆七月 都有許多孤魂野鬼 出來say hi 這其實跟台灣的移民歷史有關 清代許多人渡海來台 在途中罹難或病死 人們就漸漸以好兄弟 稱呼這些客死他鄉的人 表達他們的同理心 連外國人都好奇到不行的 台灣好兄弟文化 你搞懂了嗎? 影片之後 也會用一分鐘以英文介紹好兄弟 人有三魂七魄 不過死後 人的七魄會消失 而三魂則有各自該去的地方 一魂守屍 一魂投胎 一魂讓子孫祭祀 不過如果三魂沒有去到他們該去的地方 就會四處飄蕩 形成所謂的孤魂野鬼 台灣人覺得有些孤魂會變成立鬼 唯非作歹 於是替這些無祖魂立詞 就是陰廟 像是百姓公廟 大眾野廟 將軍廟 姑娘廟 有應公廟 萬善野廟 十八王公廟 這些都是陰廟 這就是為什麼大人都不准小孩靠近這些廟啦 雖然心裡面怕得要死 台灣人還是知道這些孤魂野鬼是有苦衷才沒有辦法投胎 所以特別在農曆七月舉辦各種禁鬼的儀式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中原普渡吧 在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原節這天 人們會舉辦普渡活動 希望神明可以赦免自己尊親與祖先的罪 後來普渡也跟佛教 漁蘭、彭傑、孝卿 跟施、惡鬼的精神融合 發展成結合禁神、祭祖、祭鬼的祭祀活動 欸不對 農曆七月整個月我們都會跑出來 你只拜七月十五中原節一天 我哪吃得飽 當初台灣人是整個農曆七月 都會在家門口擺設宴席來款待好兄弟的 不過因為祭鬼的儀式 需要專業的道士跟法師來做法 農曆七月旺季很難請人欸 乾脆發展成一種 區域輪朴制 讓家家戶戶輪流來百息 不過在1950年代 國民黨政府牽台的出席 為了要穩固政權 推行節省節約 請建建國 這樣才能反共復國嗎 結果中原普渡大拜拜 整個抵觸 政府在1950年 直接統一規定 拜拜全部給我集中在農曆七月十五號這天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台灣人都在七月十五號 再進行大拜拜啦 不過在嘉義市 還能看到現在少見的區域輪朴制 從初一到三十 由城隍廟開始 在依市區各地的角頭廟宇 村里 街道 輪流合辦 最後餘地張安結束 中原節全台灣最知名的活動 就辦在基隆 讓全基隆人都動起來的 就是基隆中原祭 19世紀 漳州人和泉州人 先後來到基隆定居 結果雙方因為土地和水源 總是發生衝突 甚至連蟹鬥都是家常便飯 1851年發生死亡人數 超過100人以上的大規模蟹鬥 雙方終於協定 不打了不打了 要打 確定我是打 兩邊人馬決定停戰後 協議合葬王者的海骨 並蓋了一座老大公廟來祭祀 也決定打破主集的概念 由當時參與蟹鬥的十一個姓氏 輪流主辦普渡 並且以筆陣頭的活動取代打破偷 農地七月下午兩點開始 在基隆的老大公廟 會舉行開刊門的儀式 也就是俗稱的鬼門 象徵好兄弟來到陽間 也正式進入鬼月 為了讓在海上漂泊的孤魂野鬼 也能共襄盛舉 基隆終於紀還有放水燈的儀式 引導海上的孤魂野鬼前來接受普渡 在放水燈前 要先向神明祈福 並在基隆的主要街道上 進行繞境遊行 放水燈的重頭戲是在晚上11點後 在八斗子的望海上登場 送完精 燒完子前 放完鞭炮後 再向水燈往海上推送 由於人們深信 水燈飄得越遠 燃燒水燈的火越旺 家族的運勢也會更好 因此 人們總是得趕在漲潮之前 將水燈奮力推向大海 點燃水燈 讓自家水燈乘著退潮飄向遠方 在基隆中原紀的普渡宴席上 不但能看到葷石 也能看到素食 還有特地為生產過程 意外喪生的婦女 準備麻油雞湯 甚至連紅酒 跟法國麵包都有 欸 是好兄弟想換口味嗎 19世紀末 清法戰爭時 法國曾經攻打過基隆 雙方都有許多士兵 在這裡戰死 於是分別興建的法國公墓 和民族英雄墓 讓他們入土為安 人們因為擔心法國將士 會吃不慣台灣的食物 因此特地準備家鄉味 讓他們也吃飽喝足 只能說台灣最美的風景 就是人啦 農曆七月 鬼門開 莫急莫慌 莫害怕 來挑戰一分鐘 用英文介紹好兄弟吧 好兄弟 有聽過的 在台灣 在台灣 是7月的季節 的季節 通常在秋天 我們相信 在秋天 在天的季節 會開放 天的季節 會出現 人物 去找到 食物 餐 雲 你會找到 桌子上 街上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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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 食 食文 食典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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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 吃 tea 用 可 那 at night, which attracts the ghosts to come near you. However, what I do recommend you to do is to attend the biggest ghost festival celebration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Kilon, a port city not far from Taipei. There will be a big parade and a water lantern releasing ceremony worth seeing. Come and visit us during the ghost months! We'll see you next time! Do you want to watch more about Taiwan 5th?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hit the bell!